郑爽代孕的事情终于要尘埃落定了 其实对于类似的结果 估计大家早就预估到了 毕竟郑爽的事情影响太坏 不处理的话 估计会严重冲击社会的道德底线 就在近日 有工作人员在网上曝光了疑似郑爽的退圈声明 内容大致就是他那天在北京卫视路跨界喜剧王时的感言 只不过由于事发突然 并且郑爽本人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再加上现场环境比较嘈杂 整个录音听起来断断续续的 首先郑爽表示称 网络上的热搜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压力 而自己最近也准备了很多节目要表演 突如其来的压力让自己有些无所适从 其次郑爽还分享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趣事 有如有了新的室友等等 对于这段时间的美好生活 他是非常高兴和愉快的 最后郑爽还表示称 自己不知道现在是该哭还是该笑 但自己会好好总结下 也很感谢这么多人认识他 有媒体预估 相关的损失 最少也在两个亿以上 但郑爽虽然有钱 两个亿对他来说 也绝对是天文数字了 事已至此 真的是让人不胜感慨 无论在什么行业 做什么工作 做人最重要 只不过估计郑爽一辈子 也不会明白这个道理吧 全 joints spending spending time 其需要